欢迎大家来到我们2071黄景瑜生日会的现场 想问一下台下的粉丝朋友们我们今天开心吗 开心 好 见到景瑜高不高兴 高兴 震耳欲聋的声音啊 首先请景瑜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黄景瑜 我是黄景瑜 声音再热了一点 那鲸鱼这一年都很忙很少跟我们的粉丝来见面 所以今天举办生日会对吧 本来本来是10月30号过嘛 那10月30日去主拍戏出不来 然后正好赶到今天平安夜就是一个我的农历生日 正好赶到今天 所以在这个平安夜就跟大家一起过生日也跟大家一起过个圣诞 想问一下为什么开场的歌曲选择这首歌曲 疼爱吧 就是把疼爱都给你们 但是 但是这种开场歌曲第一首歌真的不能选的太高 我唱的我现在有点缺乏 大家说鲸鱼唱的好不好 好 五个字 对 对 急什么你们都不够 好 你看这事跟你没什么关系 顺道着也连带到我了 上去就一脚了 主持人请你的话少一点 让鲸鱼多说一点 我们想把鲸鱼的声音录下来 这样呢可以陪伴我们每天寂寞的时光 所以鲸鱼再多说一点好不好 好 这话谁说 好像每天有多少寂寞的时光 为什么选择这张照片给大家展示 因为我当时没拍多少照片 然后 这些照片其实比较 所以还能讲出一点故事嘛 这个照片 当时特别讨厌的是 我身上有做那个伤口 伤口上有雪浆 雪浆里面有蜂蜜 然后蜂蜜就特别招苍蝇 而且那边的苍蝇好像实在是也没什么人要盯 所以看到那边不容易去趴在你脸上不走啊 几十只每天围给我转 一开始到摩洛哥我还挺高兴的 因为我上网查了一下 摩洛哥的照片都特别漂亮 大海蓝天呀 然后海奔的小房子 然后吃了的都特别好 然后 然后我去了之后 那个 制片组跟我说 我们拍电影那些地方都不去 所以我们 我们看好的是摩洛哥的这个 大片的烏人区 大片的沙漠 大片的这个 戈壁 没有人的地方 可以让我们随便 这个炸呀 车在里面开呀 飞机飞呀 所以 这个拍这张照片呢 夕阳吗 就是 当时这个 本来我提前海边了 然后到了这个 黄昏时分 就是 日落特别美 然后这个男人 这个女人 我都不认识 然后 我就看他们两个 他们其实 可能 呃 国家发展的 没有那么那么 先进 所以这个 老百姓之间交流 还是比较质朴的 他们我看 每天在海边踢球啊 然后在海边 没事 下车啊 然后 然后 就这两个人看着 特别特别 特别有感觉嘛 因为这个屏幕 清晰度不够 我照的不是这样的 威乐哥 我算是深度有 我现在去 半个导游 啊半个导游了 倒游 牛牛 牛 这张照片 为什么会拍这张照片呢 我发错了吧 我拍的是这样的吗 那 制作组 给的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在屏幕上看出来毫无美感 那当时 那当时拍的时候是什么情景呢 当时拍的我觉得特别美 特别的 特别好 艺术品 在哪儿拍的呢 也是 摩洛哥 怎么都好 我跟你说 摩洛哥就是这个 他们日照 充足 然后 咒语温差大 所以他们水果很甜 然后他们这个花的颜色 都特别特别鲜艳 他们路边的小野花 都特别特别好看 所以我拍了很多野花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画了这一张 这张可能就是花比较多一点 等我回去我整理一下 我拍的所有花的照片 我发了一张 拍的特别有艺术感 不像这一张 卡萨布兰卡 我们一开始在卡萨布兰卡 待了将近一个月 那个 那是我们带过 唯一一个城市了 那是环境比较好的 还能吃到 还有餐厅的 然后也有花 见过天上没有飞鸟的地方吗 天上没有飞鸟 如果我想发条微信 或者是打个电话什么的 我就要爬到我那个山顶上 然后才能看条微信 来说一下现在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这三个视频啊 应该一段一段的放 放完每一段让我讲一点 那三个一起放 我就把之前的话都忘记 先是张萌导演 对对 这一年拍了三部戏 其实对我的最大的收获呢 首先当然是作品 作品这个对我的影响很大 然后我也很需要 其次我觉得拍三部戏 给我更大的收获 是我交下了很多的朋友 从张萌导演开始 从那个袁哥开始 他们两个其实都是老一队啊 但是我们 我也不知道 是我 是我以前 总跟老一队说话还是怎么着 我跟他们聊得就比较来 然后我们没事拍戏见戏 其实老在一起喝酒 然后 我是真的觉得是像交了两个 朋友一样 我不像两个前辈那种感觉 然后张萌导演 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他也是 就是我人生中 第一部电影的导演 他对我的影响也是非常大 因为张萌导演之前 一直拍艺术片比较多嘛 你知道拍艺术片的导演 他会 他的故事不会用台词去讲 他的故事可能更多的 会用镜头灯光跟一些状态去告诉你 但是 这是十分细腻的东西 这会在我心里种下一个细腻的种子 让我之后 这个种子会慢慢生分发芽 让我更去了解 怎么去 表现 表演一个细腻的物质的存在 所以张萌导演 我是真的珍惜 很感谢他 我也 我也是很希望能跟他一直做好朋友 如果刨出导演和演员的身份 我也希望金传能去他家喝喝酒 这句张萌导演真的是我付出了大量的情感在里面 也是 当时也是年轻 比较生疏 也不太会拍 很棒 现在也很年轻 片中的三位都说你也很年轻了 大家也期待《抢好摇花》上有对不对 好,那你来说一下这个《结爱》当中的陈正道导演呢 陈正道导演呢 他跟我年纪就差的不是很多嘛 差了十来岁 他真的,陈正道真的是很好玩的一个人 特别特别有趣的一个人 在网上不是有句话吗 什么好看的肉体很多有趣的灵魂太少 他真的是有趣的灵魂 然后 素质没到讨论时间呢 我特别喜欢跟他聊天 我特别喜欢听他 讲一些事情 他刚才在片子里说对我有一些恶毒的语言 我以前我一直不以为他是在跟我开玩笑 其实他是恶毒的语言 我一直以为他才跟我开玩笑 因为我平时私下说话也就这样 原来是恶毒的语言 今天知道了 不然他不说我都不知道 然后 然后 跟陈导德拍摄这几个的过程 也是 特别的开心嘛 就是很轻松 他是一个会让人很很轻松 放松的一个导演 然后他在 镜头前 对你的引导也是 细致到 你想象不到 就是没有 没有接触过的 你想象不到 他会 对一部作品有多么细致的要求 真的是好导演 真的是好导演 好导演 我出去聊天 我说我跟陈导拍戏 那都是好导演 好导演 真的是 然后还有这个 最后的张艺 张艺老师呢 张艺老师 张艺老师 有什么呢 有故事 有故事 一个也是很亲切的人 平时经常 rédes 都是比较亲切的 聊得来的人 一哥是一个 完全没有架子 然后身上散发这种 无数幽默细胞 但她不知道的 这么 不知道 对 他讲话特别有趣 而且他总是跟你很严肃的 很严肃的在跟你讲一个 有趣 让她不知道的 是 还abad 呢 一个很可爱 我们在摩洛哥拍戏 因为我们场景很大 有时候如果不要拍一些坦克 飞机大炮什么的 没我们事 我们在决定待着 决定待着一个 他可能太想吃蔬菜 但是当地买不到 他就自己搞了些种子 在那边我们就 弄了能有十几个塑料盆 摆在那个我们的院子里 当时啊 我们系列还有海清姐 海清姐在学英文 她带了一个 中文特别好的英文老师 是外国人 然后我们每天在院子里 晒着太阳 海清姐这边学着英文 然后我在旁边默默地发呆 然后一哥就蹲在 蹲在草地里 挖土 种菜 那个那边阳光太厉 如果种子直接种在那边土里 会直接就死掉了 所以他在种在草里挖土 每天到处找蚯蚓 因为土太硬 他是要蚯蚓把他送土 而且他当时还断一只脚 这画面特别特别搞笑 然后没事儿帮 帮义哥一起帮把土 抓抓蚯蚓啊 然后菜里塞一塞种子啊 还有洗洗甲鱼啊 然后洗洗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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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到相处都很很开心 我现在看到他们还挺想 挺想会跟他们一起玩 所以我特别喜欢剧作业的生活 拍戏出来那一周晚我每天我都念着 很快让我会进去拍戏吧 快让我进去拍戏 特别喜欢在剧作业 看到了谁说了什么 触动了这根感情的神经 要是一定要问来自于哪里呢 其实是来自于心里 就是看到这些熟悉的脸嘛 你们跟他们每个人都相处了几个月的时间 然后其实看到他们的脸 心里就会想到很多当时的一些情景 那些主要还是我喜欢他们 对 合作的很意外 喜欢跟他们在一起 前两天我还到那个张宝多人家去吃饭 就是喜欢跟他们在一起的感觉 对 枪不怕就花上演时间 我也不知道现在 然后节爱上演时间 我们大概是在18年 18年 大家说还有几天就到18年了 18年 对 然后我们会 因为我们是爱情片 所以我们会选择一个幸福的日子 哎呀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应该是18年的情人节 哇 但是现在情人节很多 情人节白色黑色蓝的 各种蓝色 不知道是哪个情人 那我想问一下今天两位呢 来进行合作是什么机缘巧合 今天两位可以同台来 这个进行合作呢 因为妈妈是我认为唯一一个比我帅的人 妈妈呢 因为我认为锦鱼是唯一一个不用美的人 天呐 珠连闭合呀 好 那未来两位可以 这个有合作的答案吗 有机会的话 太有了 我本来没有 刚才我唱完 太有了现在 太刺激了 太刺激了 妈妈 你作为专业的话 来点评一下我们鲸鱼的这个 说唱 嘻哈 ラブ的公益怎么样 给你点评一下 必须OK呀 港港的 我突然想起 完全没听过 啊 是吗 好 你告诉我怎么玩玩 好吗 稍等啊 一会儿呢 我们大屏幕上会有介绍的 现在是圆子牵脚这么起 你吗 圆子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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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发财呀 巨服啊 宝盆的啊 这叫铁球吧 好带 所以加一个 加一个是你家的 这个 圆的这个心 就叫 黄铁球好不好 可以不跟我的姓啊 其实 只是希望能 你能更好 真的真的 真会说 那 那有什么用 我只有一件衣服 一般年的计划 除了 除了 相应电影之外 我 在忙呢 多几个粉丝 战争会 对不对 对 然后我希望 我希望 我希望拍到 更多 喜欢的 然后饱满的 有故事的角色 有故事的角色 我希望拍到更多